接下来资料整理完毕 那下一步我就想要进行到资料的分析比较 我们现在就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资料范围变成表格 麻烦请将游标落在这里 随便任何一格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动作 好游标点在任何一格 第二常用格式化为表格 例如说我现在选这个表格样式浅色14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 这样就做完了 这是格式化为表格工具设计表格名称 建议这个叫做定单Enter 所以一游标落在任何一格 二常用 三格式化为表格 四随便选一个 然后接下来 记得五把表格名称改一下 就做完了 三格式化为表格 一批 一批 感谢观看